主席 今天這個議程是公共廣播服務 包括有關香港電台前景的事宜進行的公眾諮詢和開放電台 電視頻道供公眾使用 這個議程其實可以講三天三夜 剛才我聽到的議員比較集中兩個部份 一個是講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提的報告書 現在是蓄之高角 甚至說話難聽一點 可能是無疾而終 你曾蔭權玩什麼呢? 最初就很高姿態地搞這些事情 然後人家又出了報告書又有建議 當然建議有爭議的部分就是 他不太贊成將港台轉做這個所謂公共廣播機構 於是有些爭議 但是現在連談都不能談 這件事完全是無疾而終 蓄之高角 那又怎會是現在這位秘書長 和另外那兩位可以回答的問題 這是第一點 是一個政策的層面 關鍵就是看李曾蔭權怎麼看 你現在就在那裡拖 這是第一 第二你講到港台前景的問題 當然跟這個公共廣播的檢討有關 但是港台的前途 是不是跟這個公共廣播的檢討一定是有必然的關係 這個又很有爭議 我反對撐港台的 我們要撐言論自由 撐編輯住主 撐一個一年拿這麼多錢 大部分用來出糧 然後節目費這麼低的 一個廣播機構 是不是 然後過去因為它是一個政府部門 又是一個公營廣播機構 就是角色混淆 搞到亂了 做不到事 九十多人被ICC告 是不是 又令到港台的形象 是不斷下落 但是事實上是不關員工的事 一個這樣的怪胎 你不將它改變 或者甚至乎我覺得 拆港台都可以 你還原一個 還有改進還原給一個 獨立的公營廣播機構 就可以了 對不對 大氣電波是屬於公眾所有的 今天另外一個題目 放在這裏的 叫做開放電台 大哥現在牛坐在這裏 民間電台二十多張告票 六個立法會議員被票控 是不是 這些問題 都沒有辦法迫使你政府 去修改一條 在五十年代 制定的 這個過時的電訊條例 這些問題 又怎麼在你在座三位 可以答覆得到的呢 請問 所以是不是浪費我們的時間 浪費我們的生命 喂 那些議員在這裏大聲疾呼 是不是 有什麼用呢 剛才秘書長都說 你不要跟我大聲 是不是 要跟你大聲 喂 大哥是沒有用的 是浪費時間的 主席 你定這個議程 喂 我說那個人 沒有具體答覆的 現在看回文件 全部都是舊的 沒有新的 主席 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斬釘折鐵 告訴我們 黃應時領導的 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 提的這個報告書裡的建議 政府有沒有意落實 什麼時候執行 是不是 要不要拿出來 大家公眾 具體討論的時間表 你都交不到 也不是李柏智高可以交到的 劉吳慧蘭都交不到 一定是要曾蔭權這個貿易才交到的 是不是 然後年底又政改檢討了 以我們現在特區政府那種管治能力 以我們特區那些高官 這些水平 這些那麼重大的問題 老實說 你現在解決得到嗎 解決不到 對港台 即是那些員工 他們的關注 我們都很關注 但是你根本的問題不解決 結構的問題不解決 他們現在就是有一日和想 就敲一日鐘 做事就是這樣 如果你看一些民營的電台 他需要那麼多高官在裡面 是不是 有助理處長紀健 副處長 處長全部是公務員的體制 但是實際上 前線的員工就知道很低薪水 現在是很多合約聘僱制度 合約聘僱進來的 是不是 他沒有電視的 他製作了電視節目 沒有電視頻道播的 大哥 這個又是一個問題 是不是 全世界比較開明的社會 GDP去到三萬元美金 這些社會都一定有個PBS 大哥 是唯獨在香港沒有的 是不是很奇怪的事情 大家在意識形態那裏不斷爭拗 但是都解決不了問題 就是現在政府的態度 所以我這幾分鐘的發言 我都免得跟你講具體的事情 講到天黑都還沒講完 這裡這麼多議員 如果要重複 有人講三輪都還沒講完 是不是陰光港台 講了九十幾年 講了幾次 我們不是去為港台 部份的員工 或者領導層關注的事情 去做事的 而是從整體的政策 你要不要 將這個大氣電波 交回公眾使用 好 何秀蘭 主席 剛剛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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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